来看姐弟脸吧 其实不稀奇啊 严姐弟脸就更不稀奇了 但是如果老戏骨被小鲜肉带着走 那就显得有一点惊人了 86年出生的马天宇 搭配78年出生的刘涛姐姐 虽然他们也在这个电视综艺节目当中 眼惯了姐姐和弟弟 但是他们饰演夫妻啊 真是让人吃不消 竟然是贤妻刘涛 完全被马天宇领着跑了 其实不光是说她比我小的问题 是因为她长了一张娃娃脸的问题 就是她比她自己的现有的年龄 看着还要小好多好人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压力真的挺大 为了演好这姐弟脸中的好太太 刘涛是卖力拼演技还费劲去减肥 不过这婚纱容易穿 亲密戏可不好演啊 对着个小自己将近十岁 还长着娃娃脸的小弟弟 刘涛还真就下不了手 这吻戏什么的 竟然还是马天宇主动要求加上的 就是我生气了 然后作为她是我老公 她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哄你 那最直接的方式可能就是 对她就说闹清了 闹清了 我说啊真的吗 但是我觉得就很自然的这种方式 但是导演当时也没有去说什么 刘涛在那边不好意思了半天 想不到马天宇淡定的 像没事发生一样 我觉得可能就是拍戏吧 我觉得就是一个创作过程 所以大家都会去互相去理解 马天宇同学你这么淡定 是不是怕被姐夫王柯打呀 娱乐星天地 大姐姐竟然比不过小鲜肉呢 综合不等 好 我认为你这么淡定的